相信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应该是国庆期间 在这预祝大家十一场假快乐 玩得开心 前两天收到了一位大佬提来的新产品 号称是带NAS功能的软卢友 目标用户为半小白入门 或者是提客 是一款自带硬件解码 加定制固件 加软件应用商店的产品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秘用件呢 就跟着金水一起来 看一下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好了不卖关子了 这次拿到的就是小宝大佬最新的开发版 Aspy ARS2 相亲用过梅林固件 或者之前上过Kurserled论坛的小伙伴 都应该对这个名字不陌生 这位可是国内软路由的领军人物之一 Kurserled里面的软件中心 华硕梅林固件 还有DDNS2内网穿透 还有义友云均出自这位大佬之手 那么接下来金水就带着大家一起好好了解一下这个新玩意儿 好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观 大家收到的时候呢 应该是没有组装好的 我这里呢 已经是组装完成了 在这儿呢 就不给大家演示怎么组装了 安装好了之后呢 它的尺寸还是比较小的 11.5乘12.5乘3 大概跟一个四口的软路由差不多大小 随包装附送了一个12伏2A的电源和一个电源加数据一体的SET线 好我们来现在看一下这个开发板 那一个开关键 一个DC电源的插口 两个千兆网口 那这两个呢 都是原生的千兆网口 两个USB3.0的A口 旁边呢 就是一个重启的按钮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的啊 这两个开关啊 还有它的重启按钮 直接怼了两个螺丝上去 看起来呢 是相当的硬核 那侧面呢 还有一个全尺寸的SET3.0的接口 和一个SET的电源接口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盒子上还留了一个开口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呢 是留给大家将来外接机械硬盘走线的 好我们现在打开顶盖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M.2的固态硬盘的接口 注意呢 这个是SET协议的 并不是NVME协议的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硬件的参数 它的CPU呢 是一颗锐域的四核ARM架构的A53 主频呢 是1.4GHz 4GHz 4GHz的DDR4内存 8GHz的EMMC5.0的存储 12V2A的电源 还预留一个5V的风扇接口 相信看到这儿 应该有很多小伙伴都会跟我一样好奇 这为啥这个电源给了一个12V的呢 因为EASPAN有两个THET的通道 你可以外接一个M.2的固态和一个机械硬盘 大家都知道机械硬盘最少一个是5到8W 太小的电源肯定是带不动了 所以给了一个12V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的这个CPU 瑞玉的RTD1296 用过白群晖或者是蓝光播放器的小伙伴 应该都不会对这个陌生 因为现在市场上主流的4K高清播放器和蓝光播放器 高端芯片的供用商 也就是瑞玉跟海思他们两家 而1296在高清播放器的世界呢 几乎是顶流的存在 标准的64位ARM A53的核心架构 同时还搭载了16纳米工艺的T820的三核版的GPU 支持H.264、H.265的4K60P的流媒体应急 视频的编解码可以同时运行 群晖的4盘位的DS418 也就是用了同款的芯片 硬件介绍完了 咱们说一下软件 eSpy搭载了小宝大佬最新编译的OpenWRT 它的内核版本呢是4.4.18 极致简洁清浪化的同时 最大的亮点是搭配了OpenWRT版本的软件中心 相信用过CUSH Elite固件的小伙伴都知道 那个软件中心有多么的方便了 包括我在内 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其实都在跟我一样 用其他大佬编译好的固件 那我呢就是一直用Ether大佬的这个固件 当然呢你想定制化自己的固件也是可以的 那除非你自己要做编译 编译过的人都知道其实是相当麻烦的一件事 有了软件中心你安装插件是变得如此之简单的一件事 你只要找到你想安装的插件 你点击安装就可以搞定了 相信大家可以看到软件中心里面的这些软件呢 都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软件 那我在这呢就不一一介绍了 但是基本已经可以覆盖我日常使用的绝大多数的插件了 那也希望将来会有开发的大佬把自己的软件添加进来 而现在的软件中心里呢 金水觉得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 一有云跟DDS2了 那之前这两个软件呢都是独立存在的 那一有云呢是一个轻量化的家庭NAS的系统 支持多平台互联 DDS2其实我应该就不用介绍了 是非常好用的一款免费的内网穿透的工具 那其实有很多频道主都已经介绍过了 在这呢金水就不再赘述了 那这一次呢小把大佬把他们深度的结合到了一起 那金水在这里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他们如何的使用 那我之前其实已经安装好了一块2T的机械硬盘 我们在挂载点正确的挂载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启我们轻量化的NAS之旅了 大家可以看到默认的一有云和DDS都是已经安装好的 我们点击一有云 首先呢我们需要用手机的客户端登录 在登录之后呢 如果我们是第一次登录的话 需要先绑定我们的设备 我们来起一个名字 选择我们需要挂载的磁盘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到一有云的主页 购买一个免费的套餐 对你并没有看错 它现在还是免费的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电脑上和手机上 甚至是其他设备上使用了 那我们可以在电脑上传文件到我们的eSpy里 也可以在我们的手机或者其他电脑上 甚至是电视盒子上打开或者是编辑 那这样呢我们就相当于已经搭建好了 一个轻量级的家用的NAS了 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你也可以通过DDNS2实现本地设备的外网远程穿透 我们在这里点击打开DDNS2的官网 我们用我们的微信扫码进行登录 我们在右上角复制这个talking 然后呢我们回到eSpy里打开DDNS2 我们在这里绑定我们的talking 这样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设备绑定好了 只要简单的添加一条你本地的IP地址 就可以通过这个链接远程的 连接到你的本地设备了 而且是免费的 当然它这边也有收费的套餐 那如果你想体验的话 30块钱都不到 那这里呢只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如果有小伙伴感兴趣呢 可以给金水留言 后面呢我会做一个系列的视频 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软件的部分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那eSpy的硬件实力到底如何呢 软路由的功能是否能胜任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测试一下 首先我们在OpenWrt下打开我们的终端 用AES跟XX20来测试一下 它的加密和解密的能力 之后呢我们使用QMARK 在这要说明一下 这个固件并没有提升QMARK 所以呢使用的小伙伴呢 需要自己手动安装一下 AES有6万多份 XX20呢有4万多份 QMARK呢有1.9万份 由于实际的原因呢 后面的测试呢 就直接给大家上数据了 其实相比而言呢就是非常不错的 相信大家从这个表格里可以清楚的看出来 eZpy的硬件到底怎么样 和它在市面上一个大概的定位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eZpy跟R2S的硬件分数呢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那得益于它的双千兆网卡 网络传输的速度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管是科学上网还是本地网络 抛满我家的200兆的宽带 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Samba共享的速度呢 这个确实是比较低 但是即便是这个速度 本地4K高码率的视频播放起来的 也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那我估计呢应该是它固件的问题 那希望开发团队呢能够尽快地解决 eZpy可以实现软路由加NAS几乎全部的功能 深度定制化的系统加软禁中心 小白呢入手就用 CPU支持4K H265的硬件 8G EMMC的存储 让你不再为了TF卡刷不上系统而发出 4G的DDR4的内存还预留了TTL的孔位 而且你还可以外接机械硬盘 保证了即便是在极客或者是开发者手中 也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而得益于ARM架构非常优异的功耗 不上硬盘的负载 待机只有3瓦左右 非常适合软路由和NAS设备的 气称24小时开机的属性 深度集成的EU云跟DDN S2 实现了近乎理想化的软硬件相结合 是非常理想的家庭媒体中心和家庭云存储中心 它的缺点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 RTD1296它的发热控制并不是很好 三宝共享的速度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 固件的UI和皮肤也不是很精致 还有很大的空间去优化 大家可以看到软件中心里的图标 还是傻大傻大 而就现在而言 软件中心里的内容还是偏少 远比酷尔利的软件中心还差了不少 而且暂时还是官方独占的 我希望它可以适配到更多 非官方的OpenWRT的系统上 再或者是它可以发布一个 能适配更多硬件的固件版本 那至于这个粗犷的亚克力的外形呢 我觉得就人惹见人了 不过金水觉得呢 还是可以做得更精致一点 那其实在如今芯片短缺的这个时期呢 688的价格毕竟比群晖418要便宜不少 但是金水觉得要是能再便宜一点 当然就更好了 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 屏幕前的小伙伴你给Aspy打几分呢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或者有意思 或者你有其他问题呢 欢迎各位小伙伴给我留言 如果本期视频观看超过2万 金水呢就给大家抽个奖 那奖品呢就是小宝大佬的DDNS2 咱们呢先给大家抽10个 如果不够的话就 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呢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呢 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 那就请你评论点赞投币订阅 一条龙 因为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会对我和我的频道 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